美墨 青柔光彩 粉嫩 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OPI的青柔光彩粉嫩系列 那聽名字就知道 它的顏色 都是一些比較 粉嫩可愛的顏色 那我已經把 其中的五個顏色 擦在我的手指頭上面 那我們先來一一看一下顏色 第一瓶是T7II 是我大拇指上面的顏色 是一個薄荷綠 很有夏天的感覺 會讓我想到冰淇淋的顏色 這個是T73 是我獅子的這個黃 那這個黃呢 它非常的粉嫩 不會過於螢光 所以不會讓你的手 看起來變得很黑 接下來是T74 那這瓶粉色呢 它其實帶有一點點膚色的感覺 就是我中指的這個顏色 那它因為它沒有像其他的那種粉 比較偏 Barbie 或是那種很粉紅 所以它也不會讓你的手指頭顯黑 接著是T75 是我無名指上面的這個顏色 那原本第一眼看會覺得它是有點像Baby藍 就是粉粉嫩的藍色 那其實它算是藍綠色 它有帶一點點綠色調在裡頭 接著是T76 是我小拇指的這個顏色 算是一點偏紫的藍色 算藍紫色 那它的紫色調沒有很明顯 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接著是最後一個顏色T71 那它是一瓶白色 不過它的白呢 是像我事實上的這個顏色 不是Leak白的那種白 是比較暗一點點的白色 那這種白色對於我們亞洲人來擦會比較好一點 才不會看起來那種灰灰髒髒的 那這個系列 我覺得六個顏色 你混搭單擦都可以 算是組合性很強的一個系列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喜歡記得點Like跟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要記得看文章喔 拜拜